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天主教的神父临在 或者是天主教的足跡开始 142年3月 刚刚这个南京条约 添完之后三个月就已经跑过来 从哪里跑过来呢? 从澳门跑过来 这些就是历史上的事情 不过我想重要的是今天大家都明白 我们之所以要去传教是因为苏吩咐的 你要使万民四位门徒 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这个是教会的管责 是一个传教的团体 也不能离开这个管责 如果离开这个管责 我想一切都是 因为这个教会可能变成一个 club 或者是某些某些的单位之类 好了 我只是暂时分两个阶段 1842到1945 一个sketch 很难说全部都会说得太多 好了 我们看看 不好意思 我看这些资料全部是英文的 所以我都是用英文的 打入家卫 我容易点 我写中文就是最慢的 不过 你们都会懂英文的 对吧 英文字母识 对吧 英文字母识 对吧 英文字母识 看不看得明白这一段 如果看不明白 我就解释吧 关译也是 1860年 其中有一段描述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描述就是这样的 有些中国的 你可以说是修女 或者是一些 叫阿姑 以前很早的19世纪 就叫阿姑 她们不结婚 帮她们跟着传教士下去 OK 她就临隆 探访很远的乡村 刚刚有一个节目 你们去的 是哪里 古道华 古道华就是那些乡村 Far away Village 在那里留了几个礼拜 跟着教一下那条村的小孩的道理 准备那些务道者 Tatakuman是解务道者 就准备他们洗礼 然后准备那些已经洗礼的 就准备接受其他圣事 他们就好像若干洗者 派遣去 跟着谁来 那些神父就到了 那些神父到 主要是做圣事性的事情 开历萨 听报解 为那些务道者洗礼 为基督徒 可能要领坚振 或者承之类 你看到在夜晚才是什么 可以教的 为什麽呢 入口做什么 因为耕田 或者不是耕田 盐田仔做什么 曬盐 有些会出海 有些是漁民 所以当然了 如果你去大浪 去过大浪 你走过大浪 那间基督教的圣堂 其实以前就是天主教的圣堂 不过 当然有些渔民 有些住在那里 就会出海大雨 有些是耕田 这一段已经很足够 至少在19世纪 即是开支全教的时候 他们已经有些助手 Chinese sister 就是那些是学了道理的 不过都有一些水准 可以教到道理 你看到 有些很偏远的乡村 教道理 准备 还有日间那些大人 就会出海做事 好了 另外一段 另一段就是说 加洛萨姨 这是他们口实说的 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中国的妇人 她被家庭赶了出来 因为她病 可能病是因为没有钱医 她自己死了 而且由于病被赶出来 反而意大利修女接纳了她们 加洛萨就是 加洛萨是 加洛萨是 来自哪个国家的 意大利的 这些意大利修女 就很好接待了她 由于修女接待了她 她就觉得修女 爱得很好 所以受到感动 受到感动 主动要求 我要学天主教道理 OK 所以她留在修院那里 就几个月 学了道理 也好回 好回之后 她就回到自己的村里 其他人 其他妇人 就说 有一学我都出来了 她回到去之后 在村里叫妇女 出去修女那里 几个月学完道理 然后又回到乡村 就去全教 想给大家看两个图片 大家看看 立刻漏了 今天很流行 外国势力 其实我们天主教是外国势力 你看看 全教士来的 早期的有些全部都是红苏六眼 是吧 接着是法国修女 即是圣坡沙斯 即现在是铜鑾湾 接着就是意大利修女 全部都是外国势力 是吧 这是外来宗教 真是的 今天 这些外国势力 他们很聪明 他们说 你看看这段 这个是Ramondi Ramondi就是什么 高主教 现在国家学校纪念的主教 1874年 他说 If we could have catechists who were separated from non-Christians and accompanied by peace we would have a powerful means to convert non-Christians because in many cases a good catechist 即是一个好的传道人 或者是全职传道员 他能够做得好 过一个欧洲的司徒 在吸引和归化灵魂方面 全教士一开始 头三十年 或者到十九世紀末 他们都是在想 他们欧洲人来到要学画 要成 还有他们要实现那个环境 这个不是他的专长 画也不是他的专长 不过他们会善用一些什么 聪明一点的教友 我不是聪明的 可以善用他们的画 去说一些道理 说什么道理呢 为什么生在世上 要理问答第一条 是吗 就是这么简单 教这些 几个月就可以零洗了 OK 他们会说 一个好的传道员 已经帮了我们很多 因为他要传教 有几个东西 提一提大家 就是一个好的传道员 这个converting soul 欧洲的传教士来到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基本的送点 就是要救灵魂 所以要你问答第一个 怎么回答 为什么生在世上 恭敬天主 救自己的灵魂 这个是很典型的 这个已经是十六世纪 他来成大功会议之后 一直说 你去传教是救灵魂 OK 到今天 我们都是用第二些说话来说 不过都是 入天堂 那你的灵魂得救 你受洗 你可以加入一个大的家庭 我们用了其他方法 不过 那个核心就在于灵魂 他们来到这里 要救灵魂 所以我们一间看 无论意大利的修女 或者是加洛萨的修女 他们其中一种就是 收拾那些气氤 或者是等那些气氤 就死了 就帮他洗礼 洗礼就是什么 救灵魂 因为他有个概念 越洗得多 越救灵魂多 行不行 OK 这个是记得一下 他们来的目的是传教 但是最后也希望你洗礼 洗礼了之后 如何培育 这个再计算一下 如果还活着的就OK 但是他死了也不怕 天主已经收纳了他的灵魂 OK 这个是高主教 他是174年所写的 所以善用本地的 懂本地画的人 去帮他们去传教 这个是他们 在19世纪用的方式 好了 你刚才看到一个就是 有一个中国的妇人 她自己是因为病 然后受到修女的爱德的感动 所以她什么 要求自己主动学到她 记得这件事 我们继续下去 一个人的归化过程 或者他洗礼的过程 第一个是first contact 就是很重要的 你怎样碰到她 她怎样或者她怎样走到你 当然了 第一个contact 刚才我所说的例子 那个妇人自己病 是吧 被家人趕了出来 可能流下街头 就去到修院的门口 打开门就是第一个contact 好吗 很重要的 这个contact如果是好的话 就是第一个接触好的话 好的印象的话 这个是一种吸引 可以吗 这种是吸引的 接着 吸引了之后 她会 或者我们主动邀请她 不如你试试听一下道理 是吧 又或者她主动想学道理 好吗 第三 就洗礼 接着她见神父 考了道理 是吧 这里有没有人真的学过那些要理文答灵洗的 哦 这些 我不知道神父怎么考道理 怎么考道理 还记不记得 可能考天主十戒 你讲几戒给我听 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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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不懂念天主经 懂不懂念圣母经 或者圣三光明经 又或者信经 就是如此类 这些是 起码保证基本 你都说得出来 是不是 你信经 你都知道 虽然你未必明白 但起码念得出来 续点续点再深化 是这样 好吗 洗礼之前 Kelligason这个阶段 还有 还有 是一个 尽量 为传教士 为他们 做成一个 Christian community 就是有 Ghetto 就是犹太人集中的地方 住在一起 大浪 你们去过 赤经去过 是不是 还有什么 盐田子 盐田子 你看看 那条村子 没有什么外教人 不是 是没有什么其他 这条村子本身已经熟了 那些人 来代哪个陌生人来到 一定 如果整条村子洗了礼 那整条村子都是教友 是吧 那变成一个天主教教友的序 什么 村落 整个村落 是不是好像那个Ghetto 就是一些聚居的地方 也都传教士 就是蓄意地想他们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有什么好处呢 好了 我们看看有什么Ghetto 津家卫 知道哪里 湾仔 湾仔 有条街叫做聖法兰士街 你走上去就是斜路来的 开车上去就是用一波 知道吗 你用其他科肯定是不能上去的 湾仔 现在那个姓什么 姓武圣医堂 前身叫做练灵堂 是吧 那里呢 教会就买了一栋地 在艾亚就建了一间很小的chapel 当时19世纪 华洋 虽然是香港华洋集处 但是华人是不能住在中环山顶上面的 这个是区隔的 中国人就住在哪里呢 要是就是太平山 就是这里 去到文武庙那里差不多 另一些中国人就去什么呢 开始金钟以东了 一路这么粗海 其中呢 一个叫做是 教会就买了一个 为这些中国威化了的教友 就聚他们在那里 所以叫做 那里聚了那些呢 围着圣堂 在旁边住或者圣堂 那些叫做进教围 真的有个围围围住的 就好像羊走在一起 就跟外面呢 你一问呢 旁边左右都可能全部是教友 好吗 炎田仔 香港仔 大浪 大埔 赤朱 赤经 海峰 这些神父你说的 海峰在哪里 知道吗 海陆峰 这里有没有教杰铃啊 潮州人 海峰 陆峰 潮山 可能你们都没读了 不过我读了我才知道 原来呢 香港教区呢 那个范围呢 就不是去到深圳河 那里 是去到什么呢 圍州 圍州河 跟着 向西这边就是海陆峰那边 潮山去到福建边界那里 香港教区是很大的 其实 不过因为大家知道 1949年之后 只剩下香港和新界的地方 所以就被迫缩小了 其实香港教区不是那么小的 所以去到那里 所以当时的传教士 就去到海峰 陆峰 潮山一带 都有传教 不过 都是有些村落 那你要看到呢 就是 为什么他们要围住他呢 为什么一条村落里 香港仔啊 那些大陆这些呢 第一 本身的自然环境 因为这些是村落 对不对 所以村落来说 很容易了 因为整条村都是 第二 要保障是什么 通婚的时候呢 不要跟外教人通婚 当时的 当时结婚的 一定要两个是教友 没有现在是 我们是1980年代 香港教区才变 行不行了 我们发觉 人口的变化 而且都不是很容易 找到个对的 男孩 他又是教友 或者女孩 他是教友的 未必那么勇 所以改了 所以有mixed marriage 但是以前呢 1970年代之前呢 谁在香港结婚呢 两个都一定是教友 那不是教友又怎样呢 几个月啦 搞定他啦 对不对 你想存这个女孩嘛 你乖乖地啦 我昨天才 遇见了一位夫妇 即他们七十几百十岁 他的女儿就是教友 那他嫁给他 他要他老公什么 学道理咯 那他是不是真的 那他是不是真的规化呢 很难说 这些就保证到 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课题好吗 所以第一 自己教友通分 有什么好处呢 一生出来 一生出来 你不用想啦 全部都洗礼啦 是吧 不用拗 是吧 你两个都是教友 一生出来 那条村就越多了 再下一代再下一代 就越来越多了 这是第一个 不过都是保证住 不要有外教人的 什么 习俗 思想 桑葬礼 婚礼 那些 婚礼要选日期 教会是没有的 是吧 死人要选的时候 又选日期 没有的 免除了这些什么 这些会冲突的东西 所以一定可以保证到 这个家庭 第二 第二 学校 如果那条村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我有基督徒服用给他 我教的时候可以教什么 教圣经 我教他道理 或者在课程里面加这些东西 好吗 第三 是可以什么 如果大一点的 就可以请他 哎 这些都是教友力的 请他 那整个中心 都可以是什么 整个天主教的机构 你说养猪 我们一起合作社的时候 大家都是教友 你可以请这些什么 第四 还有是主人来杀 盐田仔的圣堂一敲钟 村长就会大认经 肯定不是神父 因为神父不会是弃弃 你都知道 神父可能两个月才去一次 一个月才去一次 那村长呢 就是做了一个什么 教友领袖 好吗 村长就是教友领袖 如果今天来说 唐区 就类似唐区牧民议会 那个什么 会长 神父不在的时候 村长就定时 星期日一起进来 做什么 念经 念经 也不要忘记 当时的知识水平 是很有限 你叫他们读圣经 是同识词的 加上也没有那么多 书仔的流行 你要买 但要识字才行 是不是识字 唯有全教士 或者那些传教员 教他们 就是靠记忆 我们教你了 天主十佳 念什么经 念什么经 要你问答 又要念 之类 就是这样的培育他们 所以你看到就是 就是 在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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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就是 第一 可以保证到 什么 Orphodox 正统性 不会有什么异端之类 第二 可以改正一些 可能是什么 道德上的 不好的习惯 比如 在 在十九世纪 今天叫包二奶 十岁 人家包四奶 五奶 是什么 一个大妇 几个天使 是吧 在我们中国 还在清朝 这个是合法的 还有是什么 是习惯来的 喂 怎么搞错 你只有一个老婆 不是吧 当然要找多一个延房 好不开心 好 当然好 可以 你转教到伊斯兰 就可以了 四个老婆 是吧 这些习惯 在基督口 就不会什么 不容许的 第二 扎脚 第三 同婚 是吧 或者是 即是 卖女 这些 它可以防止到什么 这些习惯 在天主教的圈子 是吧 因为教会一定保障到 就不可以这样的 是吧 就是这些 或者是扎日子 是吧 或者是 祭祀 或者什么 都可以 慢慢改变 可以不可以 比如我们信教 没有这些东西 啊 这么好啊 不用扎脚啊 我都信了 那我走过来了 是吧 原来可以 不用被逼 即是爹地妈咪 不可以 喂 当然了 他们都融海 就是欧洲都有 他们在爹地妈咪 和他们安排 不过 不会有两个老婆 三个老婆 啊 只要一个 即是一对一 那也好些 就是不用做了 做了大婆 然后又多个田房 又在那里咬 这些东西 好吗 这个也是一个 即是 那个Ghetto的意思 来的 好 好 这里小一点 man power 不好意思 有法国的修女 意大利的修女 有些本地的传道员 或者本地的修会 保学会应该是1922年才成立 不过在前身呢 他们的前身 他们的会组呢 曾经是 入了这些加洛萨的第三会 加洛萨有第三会 他们就训练那些烈心的妇 就帮他们传教 后来有两个姓潭的女士 就说 不如我们就受到主教的鼓励 不如我们自己建立本地的修会 女修会 这个就 日后你们找到本地的修会 跟你们说 第四月还有 那萨Brother 今天是这样的 那萨小学 中学 还有圣药室 书院 建立地道 还有皮尾 当然 皮尾神父一定是他 最主要的 是香港教区的负责 还有 Late Catechist 不论男或者女的传道员 以及 Late Association 即是一些 善会 或者是组织 譬如姓雲先 很早期 姓雲先 在香港就已经很早了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什么 国际性的修会 他们163年 已经在香港开始工作 这些呢 你看得到 有什么呢 第一 有些是专职在做传教 譬如这些 走到落乡 或者这些 雷文的传教士 或者是叫做什么 传道员 传道员 他们下去 第二 神父的职责 他到底是做什么 师傅警司 或者在管理这个教区 第三 还有学校 第四 还有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些potential的catecumen 是什么呢 我刚才最重要的就是 first contact first contact 我们怎样可以 教会作为一个机构 或者作为一个组织 我们怎样可以 接触他们呢 通常呢 都是看到 人民的需要 Do you hear the voice of people 是不是 那些人 那些声音 那些人 那些声音 我们有些list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 这些list呢 都是随着香港的社会的变化 是吧 而是产生的 十九世纪初 有很多什么呢 听过去卖猪仔 没有 那些男士卖猪仔 那他可能来到香港一会儿 就什么 离了老婆 都还没有 生了儿子之后 那他自己就卖了猪仔 那那些小孩子是谁来的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 大陆里面 广州附近一大 听到 哇 这么好的 你知道在大陆 为什么有这么多女的气婴 到今天也是 是吧 加上那个清末的时候 更加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那个 很根深蒂固的 重男轻女的观念 哇 正啊 为什么呢 原来呢 香港这些女修会 很好 她们修气婴的 我不要那些 就丢给她 或者临死才给她 就是她才丢在门口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是吧 气婴的社会 还有 叫什么呢 出生 慢了眼 或者是什么 疾病的 或者是什么 都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 教会 在这个时间 还有教育 就是教盲人的社会 已经在香港 是第一间 第一间 第一间盲人学校 在中国 整个中国来说 第一间 在香港开的盲人学校 好吗 他们会看到 咦 这些盲的女孩子 专与修女孩子 就是 如果你去这个 现在摩星岭的地震 其中有一张照片 你留意一下 她们就是修女 教那些盲的女孩子 就是职业 职业 职业 围着一齐 教他们的职业 都教他们一顿 这是一个列号 有盲的人 还有一些 尼家出走 或者其他 加勒萨 他们有 有一个 Mathalina Institution Saint Paul Sister 有一个 Refurge of Wood Passer 收留这些人 还有 Handicat 和Elderly 老人家 可能被家围棄 或者因为太贫困 所以他们都被 没有办法 还有病人 1852年 有一间 Saint Francis Hospital 后来转展 还有很多 Saint Joseph Hospital 1872年 才是东华 在太平山 还有一些棄婴 或者是孤儿园 当时的社会 需要很多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也是当时 中国停滞在香港的 中国的难民 他们就是 什么 还有一间 你可能叫做reformatory 是什么 是为那些 什么 烦了事的青少年 成立师中学的前身 叫做成立师工业学校 成立师工业校 之前的前身 叫做reformatory 现在在成立师中学 以前是 专业收留什么 凡事的青少年 是蓝的 好吗 这个 教会会说 我们第一个content 最好是什么 他们有需要 事实上 现在你归纳也是 教育 是吧 那萨 即是聖Joseph College 第二 医疗 人的需要 第三是什么 食 是吧 食 可以是 还有什么 衣食住行 基本上是这些人的需要 不过今天香港 就已经告诉我们 喂 不是了 我们 食的 医的 今天最惨是什么 是住的 这个 如果你满足得到 可能会有很多content 都没有 好吗 对了 还有学校 在1877年的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 有这样记载 比如说 我们有聖Joseph College 有聖Joseph College 有聖Joseph School 在湾仔 有Khanousa School 他们都有很多间 有中学 有小学 有孤儿园 孤儿园 都成为一间学校 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长大了 要给什么 要给教育 有Elementary 有Porting School 聖Joseph 更加不用说 他们也有学校 还有 Nasa Brother 他们当时 负责 圣雷斯的Reform 还有其他六间 天主教学校 是Layman 负责的 数量在1877年 有多少学生呢 Catholic 在Catholic学校里面 就是 读天主教学校的学生 有1070个人 政府 当时有多少呢 都加上了 它都是1761 当时来说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就是 天主教 在教育的比重 政府不得不要看 有机会有时间 先跟大家说 Rimondi 曾经跟教育师 咬过手吧 可以跟他们说 所以你看到 投放在教育的资源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教育小孩 你一定要栽培他 他才可以有机会 有其他更加好的法治 如果没有教育的话 都是一个损失 这些呢 很吸引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回到大陆 当时来说 有没有输过 你读什么书 还有 我读就是 但这些是西式的 很不同的 是吧 无论是全教士也好 或者是西方人来到这里 介绍另一种什么 学习的体系 是完全不同的 还有 一个很实际 如果我想在香港继续 赚得好些 做得好些 升官发财 要懂什么 英文 我们叫做鸡腸 我妈妈不懂 就叫做鸡腸 也不知道你写什么 在画鸡腸 英文很长 盛约室 18770 已经是用英语教学 所以今天叫做EMI 是吧 就是英语教学 还有些 有些学校是葡文的 为什么是葡文呢 没错 在澳门过来 因为 你知道葡萄牙人 在澳门是什么都不做的 没什么job opportunity 有钱的葡萄牙人 在澳门生了孩子之后 不如来香港 因为香港是什么 自由港 有很多工作机会 是吧 商业 银行 贸易 这些东西都需要什么 法律 是吧 就是你要做政府的job 我宁愿过来香港 上这些什么 我也是天主教 我当然是喜欢上天主教学 学什么 学英文 行不行 这也提供了很多的机会 给不同的人去学 再补充 这些 我们 猛的 这些小女孩 或者这些 handicap 病的 棄婴的 被为 办事的青少年 或者是学校 这些东西 记得 它是投放了不少的资源 但最终基本上的信念是什么 他们教会来到这里是做的 全教 全教 最基本的就是要救什么 救命 行不行 这只是制作一个机会 first contact 我可以接触到很多学生 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病者 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社会群伏的大作 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为什么呢 耶稣有没有接触过林郑呢 耶稣有没有接触过李嘉诚呢 或者是多不多和他们一起呢 在福音里记载 耶稣有很多时候和什么 和那些穷人一起 和那些穷人一起 教会的临在的标记就是透过这些 和那些穷人一起 对不对 和那些弱小者一起 这个都是教会很紧记 事事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可以说 当时十九世纪的教会见到 香港有这么多需要 他如果作为一个 慈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他做什么呢 去救济 好吗 去救济 去帮助 或者去使用多些教育 使用多些教育 它能够帮助到他自己 自己帮自己 或者帮人 不过当中一定是什么 很盼望这些人 领受了这些恩惠 而什么 感恩 接着最尊而就说 啊 为什么你们这么好的 为什么你们这么好的 开始会问 好吗 好 在这个期间有一些 什么呢 总结 第一就是 香港的经济开始发展 好吗 这样一定要带来社会的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 和今天都差不多 住屋都是很劲逼的 在太平山 就是文武庙大 住了很多人 很多老鼠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是住过七层大厦 或者住过那些山边屋屋 或者住过鸟仔 这些是很密的 卫生条件都是很差的 是吧 那你会看到 这些社区里面 一次 1953年石劍尾发生什么 这个是 没错 你看到 全部都是木屋 一宵 哇 就是 当然没有澳洲那些那么厉害 或者好像美国很大火 教会 很多时候都会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基于一个信念 就是 天主教信仰 基于天下 他都觉得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去接触人 满足了人的需要 这种爱德的见证可以超越了种族 可以超越了这个文化 因为 你去做一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 是不会问他 你是哪个国家 你是不是犹太人 你是不是撒玛利亚人 你是不是波兰人 我才去教你 不是 教会看到 这种服务 是为所有的人 在当时来说 还有一个角色很重要 当然 教会直接和这些 全教士觉得很有用 这些慈善的工作 去帮助他们 本地人觉得很happy 我有些接受这些东西 政府呢 政府觉得好 你可以帮我 这个社会稳定一点 是不是 今天 甚至昨天还是今天 好像香港的贫穷人口有多少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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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贫穷人口多了 社会的问题就多了 政府做不完 政府都很聰明 英国政府就很聪明 他们说 你这么喜欢全教 你又这么喜欢教育 你这么喜欢赠衣施药 对了 你过来和我 我又省下什么 省下我的钱 因为你投资医院 你投资买地 我可以在买地那边 优惠一点给你 你医院 你不赚钱就可以了 你没有赚钱 你改了赚钱 我就会罚你了 当然照商业税 但是如果你能够提供 为社会服务 为这些 你减轻了它 政府自己的负担 是否找他笨呢 全教师又不觉得找笨 Sister 你不觉得找笨呢 不会的 他说 我就是要救灵魂 我的目标是救灵魂 他的目标就是 你给我减轻了社会的负担 大家很开心 这个三国关系非常之好 不是那些三国关系 这些三国关系 政府 全教师 和合作 是合作的